那说到投票呢 选民在决战2022的时候 投票日当天应该是怎么投票的呢 选委会今天就公布了十步的攻略 从头到尾足以引导选民要如何投票 那当中就提到了 如果任何人在话票之前 都必须要先交出手机 让选委会代为保管 首先选民在抵达投票站以后 要等到驻守的警员允许以后 才可以进入投票室 选民把身份证交给第一位的 选委会书记核实身份 同时要摊开双手 让书记检查手指没有不退晒墨汁 选民接着就要走向第二位选委会书记 在他的监视下 把手进入不退晒墨汁里面 从第三位选委会书记 接过选票以后 选民就可以移动到投票室主任的位置 把手机放进箱子交托保管 然后就可以前往话票处 在选票的候选人空格上打叉 那注意了 每张选票只可以选择一名候选人 完成以后就把选票投入票箱 再回到投票室主任的座位 取回手机 离开投票站 谢谢大家 按照 订阅 按照 调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